- 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很多退休族都渴望在鄉下去買一間退休宅 那今天當我們老在一起就要告訴你 當在鄉下買一間退休宅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其實呢,很多北部的退休族都特別嚮往田園生活 第一個可能是因為天氣不是這麼的好 那再來是居住密度很高,空間很小 然後整個生活節奏很快 所以呢,也特別希望在退休的時候到鄉間找一塊地 蓋洞透篇,然後最好是有一片自己的開心農場 但是在鄉間選擇退休宅 除了要考慮環境清幽,附近有沒有醫院 整個生活機能如何,還有交通的便利性之外 另外還要做好以下幾個準備才能一勞容易的享受哦 首先,我們一定要評估自己對於鄉間的適應力 很多人往往以為搬到鄉下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 但殊不知,已經過慣了都市生活的多彩多姿與方便 很多事情一定有所落差 因此若選擇的鄉間區域已經有民宿群聚 也意味著那邊有一定程度的生活機能 或許可以先選擇在那邊long stay一陣子 循序漸進的去發掘自己是否真的適應鄉間生活 第二,財力一定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因為在鄉間如果要享受全然的退休生活 並且不用為了生計再煩惱 那在經濟獨立上一定要做到非常完整的規劃 否則搬到了鄉間也意味著生產力下降 如果還要想著WAVE前煩惱 那可能會無法真的享受休閒的退休生活 第三,認清鄉間的房子是消費財 鄉間的房子絕對是蛋白重的蛋白區 因此若有人想藉由鄉間住宅作為投資兼退休的產品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除非有不一樣的商業模式去經營 否則大部分的鄉間住宅是消費財 而不是資產 第四,最好就三五好友一起打造生活圈 真的常住後才發現社交圈很重要 這是很多搬到鄉下退休族的新生 即便鄉間天氣再好,風景再優美 但一個人都不認識,生活也是無聊,住不長久 因此若能找到幾個好友結伴同行 那適應起退休生活才能更加的得心應手 聽完以上的準備後 如果是真要退休的你,已經準備了幾項呢? 那歡迎加入以下當我們老在一起的FB社團連結 加入我們的討論吧 今天就到這邊了,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 我們可以按照顏